本来只要控管这个就好了 就是输入 也就是说当我输入几年 它会先怎么样 比如说输入五年 这个动作其实是按确定之后 所以第一个 当然我会先需要一行程式 用什么 我这边是用application 点音不报纸 它跳出来会请输入几年 那输入五年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呢 它会接到一个什么呢 几年嘛 五年 那所以它会怎么跑呢 会先把这边的资料 从头到尾把它删除掉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 这个是第二栏 到最右边栏 做什么呢 里面的资料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东西 空字串 清除掉 那再来如果输入五 那就是把那个for 这个是追栏 for i 等于什么 第二到第五 不是应该是第二到 第五 五的话应该是还要再把它 再加一 因为不然的话会少一 所以 就是这个数字再加一 然后按确定之后 结果各位可以看一下 按确定 OK这个部分 所以它画出来 本来是到这边的 先把它清除再加上去 OK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先来解决的是 框线部分可以先不用理会了 框线这个后面再来做 我是本来是 这个头尾 其实就是 画框线部分 那本来是什么 先做什么 计算清楚 先把里面是要先清空 为什么 因为避免就是说 你重新产生的年数 跟原来的不吻合 所以先 呼叫 那个把里面是要清空 那再来的话 要输入东西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用input bus 请输入几年 那一定要输入的是 那个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输入 假设我刚刚输入的是五 它就会接放到X里面 所以X等于五 好 那我要做什么 先把旧的先清掉 所以这一等于第二 到最右边列 跟这讲 最右边缆 不管它有几缆 把它清掉 等于空的 那等于空的是第三列 一定是第三列 的哪一缆 追缆 所以 32指的是这个 清掉 换下一个 34清掉 OK 它是这样清的 OK 那把它清完之后 再来 再输入 输入的话 就是X 追 等于第二 因为里面都清空了 等于到X 记得是加1 OK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从第二缆开始 所以如果不加1 会少1 那再来的话输出什么 输出就是第三列的追缆 里面是什么 追记得把它减1 因为追的话 它是从2开始 如果不减1的话 它就会数字错误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们要的这个东西输入假设八年 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呢 就会把原来删掉 又变成8了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 表格要跟上 那表格这边 因为它画表格 刚刚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怎么去画表格 所以我的做法也是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地方先做什么 清除框线 等到全部清除完之后 它也加了之后 再去增加框线 那因为年跟利率都会用到这两个程序 所以我把它写成共用的 那共用程序的话 基本上 其实它主要是 如果你会多次执行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清除框线呢 前面有讲过 不过比较特殊是这两个 因为呢 我将来要清除的框线 它的那个什么 哪一列 向下 我不知道 哪一栏 我不知道 所以怎么样 我可以增加两个变数 一个是R R是哪一列 C是哪一栏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可以用一样 用range A4 从这边 Ctrl向下 抓到哪一列 是最下面那一列 R 哪一栏呢 这个跟刚刚一样 所以这两个好像蛮重要 以后的话 四串比较 反正它的范围不外乌 就是最下跟最右 这个用的最多 那我取得了R 跟C之后 哎做什么呢 后面也是一样嘛 清除的话 一定是Bolder 点LightStyle 等于Excel 那差别最大是在这里 Range OK 特别漂亮哦 你把range刮糊之后 那刚刚我们是利用什么 哎 我们固定的是什么 也许是B4 冒号到什么呢 J15 类似像这样子对 这个是一种叙述 一般性的叙述 可是如果你的叙述是 你的那个里面的范围是会变动的话 请你用第二种叙述 刮糊 它会跟你要什么 哎 要两个sale 也就是说你告诉它什么 两个储存格 这两个储存格就可以决定它的范围 第一个储存格一定是这个范围的哪里呢 就是左上 第二个储存格是右下 OK 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刚好放进去 左上到右下刚刚好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不是有两个变数吗 那我们可以 第一个变 第一个一定是在sales 刮糊 那你可以怎么样 给它rowindex哪一列 跟哪一栏 所以你这边的话 我这边 back一下 可以歪一下 OK OK 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一定是在 第四列 起点一定是b4 所以其实这边 这个比较固定 b4应该不会改 会改的是这个sales 那可是我不知道说 它的那个 最 其实主要是这一个 这个储存格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们就是sales r列的c栏 那把它清除掉 所以同样 将来如果你要增加框线的话 其实道理几乎一模一样 也是会增加一个r 增加一个c 那里面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什么 light style 就是比如说你要加 因为我这边是加了实线 而且是红色的 所以其实只是怎么样 把这一串 一样放在这边 把这个xln改成实线 那把颜色改成红色 所以基本上做出 把一个是放在头 就是call 框线清除掉 在尾巴的话是增加框线 所以在中间 那就没变了 一个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年的部分 输入假设是四年好了 按确定 它会先清掉 基本上是先清除掉框线 再清除掉这一些 再加上它的年 再加上框线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利率部分的话 利率比较不好解决 所以利率我是这样的 干脆输入几%好了 比如说百分之多少 5% 那做法也一模一样 第一步的话 一样是把它框线清空 然后在范围 就是输入完之后呢 把这个范围先清空 那它如果5%的话 特别注意哦 每1% 它是一个间距是多少 0.125 所以一个1%的话呢 总共会有 8个储存格 8个间距 所以如果输入5的话 基本上要跑40个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清空 再把它放进去 所以这个难度 可能稍微高一点 按确定 画出来了 有没有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年的部分稍微 利率 年如果做得出来 利率我想应该也没问题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嘛 因为稍微复杂一点点啦 所以我又把它 直接放在那个 云端上 那我年的部分是把它分成 两个区块 一个是年 那一个是年底线框线 所以你们稍微看的时候 参考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 年 然后 框线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利率 不过利率的话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好 准备 准备